赤宏女士说 你的父亲目前75岁 小时候父亲经常在正心道场 读佛经常常布施 大概从45岁开始 身体关系开始喝药酒 之后与母亲周女士的关系不睦等等 种种因素心理欲面 渐渐变成了酗酒和忧郁症 大约是数年时间 剧情大概都是这样的 自己本来有在念经 去道场参加共修 身体关系开始喝一点药酒 都觉得无可厚非对不对 那就破功了 你一喝药酒就有护法善神离开你 你一喝药酒本来想要去 道场诵经的这种好药的心 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变得不想去 心里都起负面 喝酒离不开什么 淫欲发脾气 身体会有火 所以自己慢慢 你看常理一下 本来是一个居士都好了 一个好的信徒 我现在就变成有忧郁症 还酗酒了 你自己要为父母亲 送八十八佛大忏悔我 你这个明显的 这就是有冤亲在主的问题 我们下期负面简直的问题 在外面苹茶山谷 看看我们下期负面